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位侃侃而谈的老先生 就是水浒传中五大郎的后人 而在这个圆形的深井中 居然就是五大郎在上 潘金莲在下的玄关河藏墓 环线旅行 这一站河北青河 青河县在我的印象中 就是羊绒产业特别发达 因为我妈经常抱团来这里买东西 不过当我开车来到这 才发现真的低估了这座小城 这里的水浒文化相当发达 进门后的影壁上提写的雄风长啸 四周则是五松的各种连环化浮雕 雪剑鸳鸯楼 怒平都尖府 落草二龙山等等 当然最出名的五松打虎雕塑 立在了影壁墙后面 让我没想到的是 公园有一片区域是专门征婚的 红色是女生信息 绿色是男生信息 刚才我简单看了一下 这上面女生的要求 大部分就是未婚已购房 这个压力对于男生来说 可是不小的 第二站来到了种子谷庙 正门不开 需要从旁边绕进去 这座庙建在了一个大种前面 既然是种 那肯定就是一座古墓 这边就是文宝碑 种子村汉墓 这个种被人们称为甘陵 很多人以为这里边埋葬的是 赫安帝刘护他亲爸 也就是清河王刘庆 其实不是 这里边埋葬的是刘庆的媳妇 而刘庆埋葬在了辽城的侯姑汉墓 这个是可以从史料中查出来的 根据成种记记载 赫安帝赴清河孝王陵 在清河县东南三十里 位置英陵 地母左侍葬于县东北角 位置甘陵 所以清河甘陵博物馆的名字 还是非常考究的 这里就是武家纳村的武之祠 这上面有个牌子 武大郎墓 这样咱们过去看一看 这座墓能看 但是进不去 需要通过窗户上面的玻璃看 因为来的人比较多 所以玻璃有点花 拍起来不是很清楚 这个树井里面 就是武大郎与潘金莲的玄关合葬墓 根据这位大爷介绍 历史上真正的武大郎 与水浒传中完全不一样 你看这就是根据出土骨骼复原的武之像 不像水浒传中所说 身高不满无耻 面向丑陋的三寸钉骨树皮 大爷说武大郎是明朝永乐年间的晋士 后来当了阳谷县令 水浒传纯属抹黑武大郎和潘金莲 两人在真正的历史中非常恩爱 因为武大郎祖上从山西迁过来 所以最后选择了家乡的藏俗 玄关 但水浒传完成于原末明初 史丹安在红武三年就去世了 即便后来罗冠中又写过 但罗冠中死在了建文年间 此时的朱棣还是个燕王 那水浒传是如何未卜先知 把永乐年间的晋士武之写进的水浒传呢 大爷说水浒传后来又改过 所以给写进去了 我认为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真实 因为整个武之词里最古老的一块碑是乾隆年间的 找遍碑文也没有找到明永乐年间的武之 就是武大郎原型的证据 开车去往下一站的途中正好路过一个公园 兴凉江生态不完 公园分为了两个区域 中间是正常行驶的马路 走进去才知道什么叫做接天连夜 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大家看 在我的背后这么一大片河野 真的太壮观了 不过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 有点下雨 整个天空灰蒙蒙的 这个巨大的象棋居然可以轻松转动 设计的相当用心 国宝单位 贝州城址 这个地方可是非常有历史 这里就是北宋时期清河的前身 大家看到的城门是附建的 在旁边这里明显有夯土的痕迹 并且高出地面 所以这才是原来的老城墙 北周时期这里被称为贝州 但是宋朝改为了恩州 而之所以叫贝州故城 可能是因为百姓叫习惯 清河这座小城真的非常不错 假如周末有时间 并且距离不远 这里还是值得来的 清河也被称为张氏德庆的族元帝 宣皇帝第五子徽 观胡青而生灵感 发明了弓箭 次姓张 他的领地就在清河 我是爱情 喜欢记得关注 带你了解更多城市魅力